原标题 湖南历史上最差劲的省长 没有之一部法战争系列 中国版南北战争之期上一篇文章 我们说到原湖南省长谭颜凯略施小记 谭总的湘军总司令城前 城前走后 老谭迅速统一了湘南的军队 稳住了局面 想进一步统一湘西 湖南省长管不了湘西 当时不少湘军都打招靖国军的旗号 并不接受老谭指挥 湘西镇守时田靖赵自称湘西军政处长 兼靖国联军湖南第一军总司令 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 自称湘西护国军总司令 靖国军是林南王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使用的称号 而护国军则是广西王路龙庭为首的贵系军阀使用的名头 由此可见 即便同属于南方阵营 各个派系之间还是精卫分明 各立山头都不买谭严海的账 愤怒的谭严海 打算派刚接替城前位置的赵衡 替向湘西一洞 用武力收复湘西 赵衡西屠住 南方不安生 北 方也不消停 处于北洋政府旗帜下的军队也在闹分歧 驻守衡阳的吴佩福 和驻守常德的冯岛队 都属于直系 都不愿意接受时任湖南都军的晚系大将张静遥的指挥 特别是在这次南北战争中 直系新崛起的后起之秀吴佩福 在打了胜仗以后 不但不继续进攻 而且不待北京政府同意 就私自和南方军签订停战协议 这让一心主战的段祺瑞非常劳火 导致有所缓和的职丸关系 变得更加恶化 段祺瑞虽然可以通过政府法令 来惩罚这个不听话的直系大将 但又担心把吴佩福逼上梁山 导致对方和南方军联手反击 而自己没有实力阻挡其的进攻 所以虽然老段要处理吴佩福的声音很大 可实际行动几乎没有 只能一代容忍 老吴呢 终究也不敢过分得罪这个实权总理 方方一时间也相安无事 吴佩福屠住 到了1919年7月 吴佩福麾下的士兵和军官 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不愿意在炎热的湖南多停留 因此 吴佩福一代列请撤兵北规 可段祺瑞却置之不理 其实说白了 是因为瓦系没有足够的军队 去接替吴佩福 如果吴佩福所不精锐撤兵北规 会对北京瓦系势力构成极大威胁 因此 段祺瑞指使北京政府 对吴佩福的北规要求 采取拖延战术 尽量不让其早日回来 一晃时间 到了1919年的年底 吴佩福迟迟等不到 北京政府同意北规 终于忍无可忍 1920年1月 他与南方军达成私下交易 愿意共同组织救国同盟军 打算武力推翻断计北京政府 然后召开国民大会 重新组建南北统一后的政府 同时 吴佩福还和南方军约定 一旦执军撤兵北上 南军当立刻行动 接替执军防区 以防止其他晚戏部队过来接防 驻扎湘南的执军 于5月20日 开始撤兵北上 撤兵前 吴佩福还假心假意给张静尧打了电话 希望他能派人到横 扬去协商街房事宜 张静尧心知肚明 吴佩福走定了 留不下了 所以 他一方面 集电北京政府向老段汇报情况 另一方面 他迅速抽掉湖南赞源第一师师长吴新田 为湘南防务司令 接替吴佩福 坐镇湘南 而断记北京政府在吴佩福已经撤兵北规 莫以承州的情况下 不得不同意执军撤防 5月27日 吴佩福率领大军 从水路经过长沙 张静尧奥奉断齐瑞之令严阵以待 以防止执军假恶用兵 偷袭长沙 其实 吴佩福毫无此意 执军在长沙和越州 都根本没有做任何停留 全军继续北上 5月31日 全军抵达汉口 然后继续整军北规 执军走了以后 张静尧立马不承认执军和南方签订的和平条约 并凭借手中的优势兵力 打算继续对湘南用兵 此时 张静尧已经是湖南省长监督军 手下的北洋军也扩充到八万余人 可谓兵强马撞 他嚣张地说 在三乡大地 我就是爷 胡 难就是我熏陈爷张静尧自熏陈的独立王国 张静尧屠住这时候 张静尧手下的军队 除了他自己兼任师长的北洋第七师以外 还有湖南赞边第一师和第二师 湖南赞边第一混城旅 驻长沙的李奎元第十一师 驻湘潭范国珍第二师师 驻常德的冯玉祥十六混城旅 驻湘东的张宗昌赞边第一师 还有尼四冲麾下的安武军十几位营 总兵力约为八点五万人 在衡阳和宝庆这两个重要据点 张静尧安排了手下两张王牌第一师和第二师助手 两师约二点五万人 而他们面对的湘军 只有一些杂牌军不足五千人 枪支更是连三千都不到 老百姓称这些湘军为叫花子军 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但是湘军为了保卫家园 武器虽差但是气旺盛 在这种情况下 谭燕凯和赵恒提打算先发制任 他们认为北洋军实力强大 如果等他们准备好了以后 湘军根本无法阻挡北洋 军南下要想胜利 只有冒险一击 打北洋一个措手不及 5月26日起 湘军在湘南发起全面反击 随后三天坚程推进 连续占领磊阳 齐阳和衡阳三座城市 确实打弄了北洋军 兵强马撞的北洋军 根本不了解湘军的意图 为及交战 便步步后撤 一路败退 毫无斗志 谭燕凯屠住湘南之战 枪声一响 段祺瑞不然大怒 他指出 南军既然已经被信弃役 那么南北的和谭就无效了 北京政府应该立刻下达讨伐令 继续讨伐南方 这个时候 接替冯国璋出任大总统的徐世昌 则想稀释宁人 他认为张静瑶治理湖南有问题 横正暴敛 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慨 现在湖南人民和湘军戒指军北规之际 提出相识相人自觉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 对他们的一些过激行为应该充分予以体谅 说穿了 这只是张静瑶和湖南人民之间的矛盾 和南北战争无关 这不属于南北战争的范畴 所以 不必下达讨伐令 段祺瑞是什么人 当年连冯国璋的面子都不给 又怎么会听徐世昌的话 段祺瑞不仅不同意 还秘密指使陕西、甘肃、山东、浙江、安徽五省的晚戏都军们 立刻发出联名通电 要总统徐世昌发布讨伐令 而且还在电报里指出 吴军辅彻 南方军极尽 恐有勾连之势 要求政府立即查办吴佩服 徐世昌屠住面对这种局面 南方政府 吴佩服 徐世昌 包括在湖南如坐针毡的张静瑶 将如何应对 我们下次再接着说 许述工作室和新成员查家风主笔参考资料 胡省 从鸦片战争到五次运动徐海 段祺瑞传彭秀良 冯国张壮王云高 曹芒上将军 陆荣庭传奇蔡东藩 民国通俗演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祝伟团